YoYoYo 大家看到這個熟悉的畫面就是這個Outlook 為什麼要做這條影片呢? 就是適逢Outlook已經滿代更新 UI已經不同了 我上一次做這個教學的時候 好像是Leon Dawn的私生 既然現在這個UI都變得英俊了 不如來做一些新一代的教學 雖然其實這個方法都是一模一樣的 大致上沒有什麼改變的 但基本上給你的指示就清晰了 所以就照做 以防大家真的不會做 首先讓大家看看這個設定 你看到這個Data Center 就是Japan East 已經轉了這個伺服 正常來說 你要開遊戲 如果你的伺服 它就會根據你的Pink 來定義一個適合你的伺服 如果你是住在香港 你沒有開VPN 沒有做其他東西 那你的Data Center 是會給你香港的Serve 就是HDR East 我沒有記錯 大家放心 是不會禁止的 因為你只是轉去另一個伺服 唯一要承擔的風險 就是Pink會高了 那你就要自己習慣 那你如果是亞洲的話 你其實轉回其他亞洲伺服 例如東南亞 日本之類的話 Pink不會差得很遠 所以都是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 可能雜錦是有一點點的延遲 但也比較舒服 那我們立即進入這個教學的環節吧 首先 在做這件事之前 當然要大家先關掉你的R6 如果不然 可能會有一些升不到的情況下 所以大家最好關掉遊戲 才做這個操作吧 我們首先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就是 去回這個Path的位置 就是這個Folder的位置 正常來說 你就應該在C Drive的Document的位置 你裡面找回MaiGames 找回R6就可以了 然後你進來 就會看到有一段UUID的Folder 正常來說 如果你只關掉一個帳戶 就只有一個Folder 你就可以直接打開它 但如果你說 我有小帳戶 會出現多過一個 因為它不是跟你的機器來同步 它是跟帳戶的設定 所以如果你要轉伺服器 你就要找回相應的UUID 去轉這個伺服器 至於怎樣找這個UUID 就在影片的最尾可以教大家 想知道怎樣找自己的UUID 你就去後面看看 如果只有一個Folder 就可以跟著做 首先我們要進去這個Folder 你就會看到只有一個Folder 就是GameSettings.ini 你就用你任何類似記事本的軟件 來打開這個Folder 你打開就看到 一些普通的設定介面 你就滑到最底 你看到這個位置 就是有一個叫做Online 然後有一堆什麼Data Center 你就看到這個Defold Ping Base 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你沒有做過任何的設定 就是跟你的Ping 來給你一個伺服器 正常來說 大家一開始 就應該是這個Defold 你剛剛也看到 我轉了做這個Play Fair Japan East 就代表著日本伺服器 這裡也有不同的伺服器 以防大家分不清楚 我就在影片的時候 上回直播給大家看 哪個SERVER 大家選擇相應的SERVER 因為我剛剛選擇日本的關係 所以我就不用日本做示範 以防大家混亂 我就用東南亞做示範 其實在這裏 可以在這裏 可以在Data Center Heat 你把後面這一抽 改成這個就可以了 你可以冷一點 直接可以在後面放 如果你是Defold的話 整個東西都要改 即是你Copy這個 整個Defold改進去 然後你Save 這個時候 我們重新開一次遊戲 是圓滿意外地可以轉到SERVER 我們就現在開遊戲看看 我們進到這個Main Menu 我們按SETTING這個按鈕 你就看到SERVER已經轉了 就看到SERVER已經轉了 就看到SERVER ASIA 然後是37PING 這裡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跟朋友一起玩 我們會一起去東南亞 我們會跟著你Party Leader的SERVER 例如我邀請我的朋友玩 我們會一起去東南亞 如果我加入我的朋友 它是Defold的 我們就會去香港的SERVER 但如果大家自己單排的話 可能要改一下設定 除非你單排也想在這個SERVER 這次的教學 基本上就到這裡 就是這麼簡單 後面我會再教大家 如何找到UUID的方法 如果你是沒有這個需要 基本上就到這裡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留言 問我們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教學影片 記得留言 讚好 分享 還有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這裡就教大家如何找到UUID 大家去到這個Outlook Checker的網站 搜尋你相應帳戶的USERNAME 就會進入你的profile 你就可以檢查數據 看看是否這個帳戶 如果適合的話 你就可以按一下Share的鍵 你按Share的鍵 就可以看到這條連結 這條連結 後面這一抽的東西 就是你的相應的UUID 你就可以去Folder 對分ID 再去相應Game Settings的File 再去Folder 如果真的不懂的 就再去Folder 好吧 拜拜